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虚油漆表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布兰小布 那今天呢 跟各位表友一起做一个 劳力士红字海史的开箱 那最外面就是一个 带有皇冠的白色的包装盒 把它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一个劳力士传统的 绿色的这个表盒 这个表盒呢 尺寸是中号的 劳力士现在好像 已经不用小号的盒子了 所以现在最小的尺寸就是中号 那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今天要看的手表了 外加一个劳力士专有的 超级天文台认证的绿色吊牌 表的上方呢 有一个夹层 里面放的就是手表的相关信息 包括保修卡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保卡还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下面这个就是海史的说明书 再往下是一个service 是一个service的menu 在下面还有一张卡片 首先我们就先来说一下海史这个系列的历史 1967年的时候 第一只City Bella还是诞生了 当时的防水是610米 配备着排害的阀门 后来呢 就成为一个法国的潜水工业的 Commerce的迂用标款 一些玩古董牢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这个Commerce的这个logo吧 1978年的时候 它的防水正式达到了1220米 2017年 正值海史系列诞生50周年 劳力士呢 推出了这款 红字海史 手表的直径是43毫米 搭载着3235级心 加上了Cyclops 日力放大镜 防水深度为1220米 有一些对海史系列不是特别熟的标友呢 在这里请区分一下 同样隶属于City Bella海史系列的 还有一个是渐进海史 还有两款Deepsea 那相比之下呢 Deepsea呢 更大更厚 防水的深度更深 而且没有日理放大镜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一下视频上方的链接 看一下Deepsea的这个视频 OK 那现在呢 说回今天的这款红字 刚才也说了 它的直径是43毫米 厚度大约是15.5毫米 它会比Deepsea鬼王薄 但是呢 也算厚的手表 那有兴趣的标友呢 建议先找机会 试带一下再入手 看看这款手表的尺寸和风格 究竟适不适合你 不然的话 有可能盲目入手之后呢 发觉自己并不喜欢 或者是觉得带着辛苦 那这样就不好了 单向旋转陶瓷外圈 并在三点钟方向 配备Cyclops 日历放大窗 这也是CDeveloper系列 首次打载 放大镜日历 那我个人觉得啊 其实我 不如没有好 因为CDeveloper海史系列 作为老力士 一个独立的专业潜水系列 不应该顺应市场 向水鬼靠拢 以前的古董的单红和双红 其实都是没有放大镜的 虽然说放大镜看起来呢 更像黑水鬼 可能会增加一定的销量 但是这一个跪舔水鬼的做法呢 我觉得会失去很多 海史粉丝的支持 跟所有海史的成员一样 在九点钟方向的表壳上 带有排害阀门 这款手表的model number 是以26600 在2017年面试的时候 就直接配置了 当时老力士新研发的 3235机芯 都能达到70小时 悬开悬入式的表冠 把档位拉到最外面 我们开始调时间 3235机芯的调节方式是 逆时针旋转表冠 指针会顺时针运动 并且在午夜12点 有日历顺跳功能 同样这款机芯仍然拥有着 日历的逆跳功能 如果把时间向回波呢 它的日历将会跳到上一天 设定好日期跟时间之后呢 不要忘记把悬入式表冠 悬紧 以防漏水 下面说一下 红字海史这个表带的延展功能 它其实是有两节延展功能的 第一节这个叫glide lock 这个大家可能会都很熟悉 这个水鬼上面也有 后面的这节叫flip lock 这个功能的目的 是为了一些深浅爱好者 在正常状态下的手腕 以及在穿上潜水衣后 手腕周长的不同 腕表能够进行长度上的迅速调整 现在说一下版本问题 这款手表其实是分两个版本的 Mk1跟Mk2 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是在表盘6点钟方向的皇冠logo上 最先出产的一批成为Mk1 没有皇冠logo 之后从第二批至今就一直使用戴logo的这个表盘 这就是为什么Mk2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限量版 市场价值相对也会高些 现在上手给大家看一下 我手腕周长师是7.5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尺寸 CDevilla海史系列拥有自己一定的粉丝群 但是我个人对这款并不是特别喜欢 对于之后出的那款渐进的海史 其实更不用说了 我个人一度怀疑那款就是出来全钱的 如果是我自己 我可能会去市面上找一款古董的双红1665 来带 如果大家觉得1665的价格偏高 也可以试一下Great White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表友麻烦您帮我点赞加订阅 这里是续有气表 我是Brand小布 下期视频再见